如何观察中国的政治经济与社会发展 世界各国又是如何看待中国的影响力 而两岸间有哪些焦点议题与新闻事件 深入解析多面向的透视中国 欢迎收听这样看中国 各位听众大家好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我是主持人陈冠婷 你现在收听的是这样看中国节目 今天我想要跟各位听众讨论的是最新的台海局势 之所以要特别选择这个算是老生常谈 或者是几乎每几个月就会发生 或者说每几个礼拜就会有各种不同节目在谈的这个问题 原因是在于CSIS有一个下一场战争的首益兵推报告 造成了许多媒体争相采访 争相报道 那我想这个报告也给予了所有台湾人民算是一个重要的警示 除了媒体上面的报道之外 也有不同的学术单位 研究机关 政治军事的这些要员 也都有谈到这一个影响 那在这一个兵推报告 他用美军介入战场的时间 美军是否事先进驻台湾 甚至还有包含日本会不会介入 那日本介入的时间年又是如何 日本国防上的攻守态度 以及菲律宾跟澳洲 所以台美日中释放的指挥策略 战场上是否扩及日本或者中国的领土 武器与基础设施状况 这些全部都在这一个下一场战争的首益兵推报告里面 那这些资讯作为变相 他们进行了24次不同状况的军演 有点像是我们1996年 我还记得这个时候 我还是国小的时候 那时候李总统说 他们军方已经准备了18套不同的剧本 来因应中共的威胁 那CSIS的下一场战役的首益兵推 做了不同的变相 高达24次不同的状况 来进行军事军旗的推演 我想这个报告非常值得 所有关心台湾情势的学者专家 或者是一般民众来去研究 或者是去一一的细读 那在这一个兵推报告里面 可以说它的设定大致上分为几种 比方说是基础的模拟 悲观的模拟跟乐观的模拟 还有这个台湾如何独自去面对中国的这种模拟 那不过大多数的情况是 美国它的海军会损失两艘重要的旗舰 那10到20艘大型的水面作战舰艇会损失 那在三周的作战里头 会可能会阵亡高达3200多人 那中国方面在三周内也会损失惨重 那在这个报告上面他说 海军会化为乌有 他们两栖部队的核心战力会遭到彻底的瓦解 那在报告中提供预估认为共军会有多达一万多人阵亡 会损失高达155架作战飞机艇跟138艘舰艇 在台湾部分 他们预估台湾的军队作战 仅三周就会伤亡约3500多人 那26艘驱逐舰 巡防舰都会被中共击撑 日本如果介入 那他会损失超过100多架作战战机 26架作战舰艇 那他的本土所有的美军基地都会遭受中共军方的打击 所以这个冰队报告这样听起来 其实是一个非常大规模的战斗 那当然我们去审视的话 更要去观察在经济上面造成的冲击 所以需要知道说乌克兰跟俄罗斯在经济上面 或者在产业上面对全球的影响 是远小于中国跟台湾的 那不管是中国作为世界的重要的 你要说它是世界工厂 或者是世界消费的重心 或者是世界出口的重心也好 或者是台湾作为最重要的 最机敏的半导体的科技的输出国来说 这样子的碰撞会导致的影响 我们刚刚在军事上面已经看出来了 是直接导致美日中 还有你要说台湾也是重要的强国 因为在台湾的这种安全能力上面 军事能力上面 也是区域上不能小觑的力量 这会造成的影响 已经远远超于台海两岸 而是直接影响到整体的印太的局势 因为我们也谈到菲律宾跟澳洲的态度 毕竟菲律宾也是有与美国之间的安全上面的合作 是非常非常紧密的 甚至是超越台湾的这种状况 所以我们必须要理解到 这一场战争所假设 未来战役的手艺 它所造成的军事上面的损耗会有多大 有专家学者认为说 台湾可能没有办法复制乌克兰的模式 因为台海一旦发生战争 美国可能没有办法像对乌克兰一样 去马上去投放绵延不绝的物资跟装备 毕竟我们要思考的一件事情 就是说台湾被海洋包围着 那这是好处 当然也是一部分上也是有一点缺陷 缺陷就是说没有办法通过陆路上面 铁路上面 公路上面 把一些资源提供给台湾 但是这是坏处上面是这样 但是好处上面当然就是说 因为海洋所造成的屏障 让中国必须要用他们非常造价昂贵 需要投入大量资源去训练的两栖作战舰艇 才有办法进行登陆战 那CSIS认为说 美国应该加强关岛日本等地的军事基地 也建议美国跟台湾要重植不重量 要发展小型的舰艇 小型的这种战斗能量 而不是大型的基建 来避免解放军能够有明显的第一级标的物 结论 我们现在先谈结论 结论就是大多数的状况 在美日台的联手之下都能够战胜中国 除了台湾与中国单挑可能会维持 70多天的拉锯战以外 大多数的兵推都会认为说在三周左右就会结束 当然战争结束除了台湾的基础建设会严重遭损之外 美国的海军也会重创哦 那可能会让美国失去全球领导的地位 CS的报告里面有凸显出几点缺陷 那值得台湾的军方可以去来参考一下 首先就是台湾的自身飞弹数量 数量上面是不足的 那美国的反舰飞弹的使用情况 是兵推结果的关键 比方说 美国空军能够利用AGM-158C和AGM-158等较远程射击的优势 让解放军防空区域外进行攻击 来去摧毁他们的两栖登陆部队 在空军基地和港口 进而去减缓整体对台的攻势 所以在这些兵推之中所提供的重要资讯 本人也不是这个军事专家 所以只能够从这些具有高度被信任的大型的智库 所提供的建议 再来去分析转述给所有听众 那我想CSIS作为美国的老牌智库 他们提供的这些资讯 应该是非常值得这种军方的研究人员 来做研拟研习 不管如何 在这次的台海情势分析里的兵推报告中 我想也是给台湾民众 一方面是警惕 一方面是信心 警惕的部分是说 中国确实有能力对台湾造成重大的破坏 那这一次的兵器队员里面 还不包含说这一个破坏 从破坏开始讲 那这个破坏所造成的牺牲 当然是我们所不认见的 我们希望说 你说藉由这个报告也好 来让我们的投入于防卫的资源再提高 那我想不是每一个人都是职业军人 但我们如果能够支持这些职业的军人 再提供他们更多的资源 在他们的装备上 让他们做好他们的工作 那我们扮演好我们的角色 比方说在预算上面做一些调配 让军方能够有更多的资源 去做因应或者是去调整 让这些建议 这些建议不见得一定是百分之百正确 因为当然也要因应我们台湾军方本身的情势 但是我想这些情报 也是非常值得去做参考的 那节目的下半段 我们会讨论美国的角色跟美国的策略 我们稍微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从两岸国际历史文化与财经等角度 透视中国的 这样看中国节目 每周一到周五晚间9点30分到10点 在中央广播电台播出 如果您对这样看中国节目 有任何收听想法或意见 欢迎接信到台北市北安路55号 也可以透过电子邮件的方式 节目有两个信箱 2020 at rti.org.tw 或是2020-0203-news at gmail.com 再次谢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与支持 请持续锁定 每周一到周五晚间9点30分到10点播出的 这样看中国节目 接下来我们来谈美国的角色与策略 首先我们来谈谈涉外内防的策略 那涉外内防是什么意思 就是说中国如果攻台 会影响到供应链安全等问题 那美国就必须要去加强 它在印太的角色跟影响力 所以说虽然是涉外事物 但本质上它是在安定美国的内政 也是安定美国经济跟本土的安全 所以美国帮助合作伙伴在自己国家 防止这个叛乱啊 防止战争努力的一个组成的部分 在美国的司令部指挥官赖恩·芬顿中将 曾经表示说 美国的特种作战人员的目标 是要替中国制造多重困境 首先它要设计的是不对称可扩展的选择 它可以让特种人员部署到印太地区 让当地部队与这些特种部队的合作 那第一个部分就是发展跟盟友之间的关系 比方说中国在南海问题上 曾经失讯于东南亚各国 那它就可以利用这些国家对中国的不满 来去强化它在印太地区的影响力 来进而去跟中共进行抗衡 那在特种部队部署到印太地区的这个部分 那我想大家也看到新闻 其实在去年就有美军协训的画面曝光 那这个曝光里面是驻防在琉球的美军第一特战总队 有现身在潮州空降场跟梁山特勤队 操作军方最新采购的高空生斗传 我想在俄乌战车的冲突的时候 美国的特战部队出现在这边协训 是很清晰的讯息告诉中共台美会不仅仅所谓站在一起 而是操演在一起训练在一起 装备的共通性也在一起 对中共的嚇阻力也会随之增长 因此美国的角色其实就是利用协助 国际友邦来去确保这样的战线 或者说就是去嚇阻说 让战争连发生都不会发生 进而去确保这些你刚才我们提到的 供应链安全等等的这种风险降低 如果没有战争 实际是最好的状况 对中国也是 对美国也是 对台湾也是 这样子既可以确保战争的不发生 既可以确保美中台的经济 持续能够去发展 同时也能够避免 区域冲突上升到全球冲突 甚至导致到不可逆的状况 所以所谓的涉外内防策略 我认为是一个 值得听众朋友们去搜寻的一个关键字 来一起来讨论 来了解这样子的状况 另外我们也来谈谈 其他国家的策略跟方案 其他重要国家 或者是超越国家的联盟体系的 这种策略跟方案 首先我们谈谈北约 在前秘书长拉斯穆森 之前曾经表示过 北约应该对台湾采取战略清晰的做法 比方说在军事合作训练 网络安全军用考科技上面 去采取合作 他希望倡导的是经济版的集体防卫权 避免供应链 受制于俄罗斯中国 这些跟他们理念不合 威权国家 这种北约不会直接参与台海战事 但是提供这样子的训练合作的方式 或者是说 在对中国如果采取这种 更加侵略性的手段时 祭出经济制裁 我想对于刚才我们谈到的 贺主战事的发生 都会有所帮助 那日本首相岸田文雄 在2023年的1月11日 跟英国的首相苏纳克举行会谈 并且正式签署 允许双方相互部署武装部队的 日英元华协定 或者是相互准路协定 来去简化日本智慧队 跟英国的军队的联合演训手续 被认为是这英日两国 最重要的一个防卫协定 那英国官方曾经表示说 这样子的协定会有助于 巩固英国对于印太区域安全的承诺 那也可以允许日本英国 在共同规划之下 执行规模较大 复杂度较高的军事演训 跟部署行动 我想英国的这种 在这个地方的参与 对于中共来说 也是一个不小的贺阻力 最后就是日本 那日本我们重要的邻国 也是一亿两千万人口的 中大型强国 尽管它没有核子武力 但是在传统的防卫力上面 在高科技的这种军事装备之下 是东亚的一个不可小觑的力量 那日本的驻台代表 权于泰 在去年的12月初的周年 驻酒会上面 曾经强调说 台日关系比过去更重要 他说存亡此寒 欠缺一方 另一方也无法存在 他说是无法取代的伙伴 用词 其实都非常的深刻 或者是非常的重 所以在去年7月公布的 新版防卫白皮书中 他们把中共俄罗斯朝鲜 确定是主要的安全威胁 那把美国友好国家 跟国际社会合作 跟更大的紧迫感 去密切关注相关事态的发展 那在里面也提到反击能力 那我们在上一次的 本节目的访谈中 也曾经访谈过 中山大学的郭教授 他有提到说 最低限度的必要措施 防止攻击是自卫行为 来去作为先发制人的攻击 作为区别 以去确保说 这也是符合日本的和平宪法的 所以种种的这些方案 加上美国的这些策略来看 那台湾的安全状况 一方面是遇到时尚未有的挑战 但另一方面 也是得到时尚未有的协助跟支持 那我们要谈谈台湾的最适方案 最佳最适合的方案 有几点来自各个不同专家 学者或者是实务人士的建议 首先在强化自身防卫能力里面 外交关系协会CFR的资深研究员 布特曾经投书 他说虽然看到台湾近来有国防改革 但是国防占出的比重 是GDP的2.4% 他认为能显不足 他也认为说部队的思维 还是相当的传统 依靠水面舰艇 依靠那种大型的坦克 或者是战斗机 会在中国的飞弹攻击中 遇到非常高程度的破坏 很难够幸存下来 所以不得认为说 台湾除了增加国防预算 去扩增它的军率 跟改造军队上 战略上它还是建议 发展不对称的作战 来跟美国进行太平洋言和军演 他认为时间拉长反而对台湾越不利 那也希望台湾能够意识到危险处境 在发展民主盟友的合作上面 美国之音上面的报导上有提到说 前国际发展署副署长 格里克他提到说 中国的发展援助 不是真正的援助 他的一带一路倡议 是在务性的陷阱外交 台湾应该跟美国 或者其他理念相近的国家 在发展援助上建立 更深切的伙伴关系 而且用品牌策略 在发展中国家的项目中 计划中树立旗帜 去扩大音量 来去加强行销台湾的发展道路 跟成功的故事 那格里克也认为说 台湾除了建立与发展中国家的关系 也可以打造与民族盟友的品牌 树立良好的国际形象 在借由与中共一带一路 在务陷阱不佳的原外政策 去做区别化 讲出台湾自身的故事 来去增强台湾的重要性 形象跟国际的能见度 他认为这些也是有所帮助的 那除了军事上面 经济上面 或者是说在援助上 各个不同国家的朋友 提供各个不同的建议 我想我们都虚心的去聆听 不见得说这些建议一定 百分之百是正确的 毕竟只有国军 最了解国军 或者应该是说只有台湾人民 最能够去了解台湾人民 所遇到的不同的挑战 因为我们从出生的一刻开始 就面临中共的这种威胁 只不过 有些时候我们的角度上 可能不见得与国际的伙伴们 是一致的 那角度不同 不代表说谁对谁错 那只是代表说 看的层面 或者是看的方向是不一样的 那能够有资源去做修正的 然后可以走向更好方向的 我们当然就是去做修正 那如果只是对方的一些建议 但是其实不符合台湾现状的 那我们当然也是多听听 因为这样子才能够从 庞大的资讯库中 得到有用的建议 在这几次台湾面临的挑战中 也遇到了我们台湾的选举 在这几次选举中 国防议题也渐渐受到重视 不管是在所谓的地方选举 或者是比较上升 稍微到中央层次上 比方说立法委员就跟国防外交有关了 都有再次被提及 我认为这些都是好的讨论 不管一个人有没有服过兵役 毕竟在台湾作为服役的选择 有蛮多元的 比方说在台湾有消防疫 我们过去年轻时 有消防疫警察疫替代疫 然后有社会疫农业疫等等 各种不同的服役类别 但是我们遇到的挑战 或者是总体上面的规划 都要一并 纳入讨论 包含我刚才提到的消防警察 或者是农业 这些他们尽管不是军方的人员 但是在成平时期或遇到危机时期 都有他的角色扮演 特别是在消防的部分上 有些受过训练的这些艺难 他们能够在遇到重大伤患的时候 第一线去协助伤患 那警察协助维持治安 那这个确保台湾在被 假设被中共封锁时 能够有足够的农业安全上面 这些我想都是我们接下来 一起可以去思考讨论的范围 把全国的力量集结 才能够有效的嚇阻 中共对台的侵略之意 除了他们的能力之外 还有他们的态度 中共或者是说习近平 对台湾的这个意图 我想在两方面都要予以 一方面是予以嚇止 一方面是予以沟通 才能够确保台海的和平 进而确保整个印太区域的 稳定发展 而整个印太区域的稳定发展 不是对台湾有利而已 对中国对日本 对周遭国家都有利 没有人希望 我们的基础建设 都变成断垣残壁 没有人希望 不管是中国或台湾 会要面临到超越 天然灾害造成的灾损 而这些是能力 我们自己都可以去 努力去避免的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 台湾之音 那我们接下来就谈 台海局势的最后一段 我们今天有谈到 这个北约组织 还有美国 日本等等 不同的国家 对于台海的状况 提出不同的 加强合作的方案 如同节目稍早 所谈到的 前北约的这个秘书长 有说到要加强 军事和网络上面的合作 在网络安全 军事合作训练 高科技等合作之外 我认为我们接下来 也可以来谈一下 这个美国新任的 众议院议长 麦卡锡 可能会造成 怎么样的影响 再做一个补充 那不管是 美国的国会也好 或者是 美国的这个 行政权也好 不管是 共和党也好 或者是 民主党也好 其实最近 他们对台湾的 这个支持 应该都是 非常的明确 那过去这几年 当然 整个世界局势 有非常大的变动 那我们接下来 看看 麦卡锡 就任众议院议长之后 会不会挺台的声浪 在上一层 共和党的众议院 领袖 历经了15轮投票 终于当选了众议院议长 那麦卡锡 是常年属于对中 比较强硬的 形象 那他也关注 新疆维吾尔族的人权 包含香港的 反送中运动 还有疫情起源 台海议题等等 他都有在关注 那在麦卡锡 就任众议院议长之前 他曾经有提出 他要成立 中国问题特别委员会 那他声称 中国会是 这一代美国人 遇到最严峻的 地缘政治威胁 那1月10日 美国的联邦众议院 特别以365票 赞成 65票 反对 用这种压倒性的票数 通过成立 全名是 美国与中国共产党 战略竞争 特别委员会 根据CBS的 新闻网 他有提到说 这次算是 1990年代后期之后 美国的众议院 首次针对中共 或者是针对 中华人民共和国 成立的特别委员会 其实你听他的名称 你就更可以 清楚地认知到 他是锁定 中国共产党 中共 那委员会主席 也如大家所预测的 由这个盖拉格担任 委员会主席有强调说 中国共产党 和中国人民 是不同的 我想这也是一个 非常好的 去区别的部分 因为 包含美国也好 包含台湾 日本等等 这些民主国家 所面临的是 中共的挑战 或者是更清楚一点 是中共比较激进一点 或者是对台湾比较 采取比较大胆 作为的 少数领导人的 认知为威胁 而不是对中国人民 所以在这一次 针对中国的委员会 有特别去强调 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 是不同的 我想这就是 把这个 种族主义 做一个抽离 让中共不能够 以民族主义的大旗 去说 美国是在针对 中国人不 并不是这样子的 这个中共的威胁 它是有各种 不同的战略竞争 那绝对 在这一次 美国的 这个特别委员会 的这个主席的强调 把这个区分出来 他们面对的是 在关键领域上面 来自中共 对美国构成的威胁 进行因应的 所以在麦卡锡 经过15轮投票 这个非常痛苦的 这个过程中 慢慢的 我们也看到 未来对中政策的 一些雏形 那我们也希望 不管是在哪一个政党 在美国执政 我们都能够加强 对美的合作关系 那如同前北约秘书长 所谈到的 特别在军事和网络 上面的合作 其实网络安全 或者是说 来自爱客的威胁也好 它不见得 就只是 谁掌握更高的科技 或者谁有更强的 这种网络的 工程人员而已 而是包含 人对人之间的安全认知 有些时候 一些非常重要 机敏的资讯 它并不是被 成功害进去 而是由少数 关键人士 直接揭露出去 所以在情报上面的合作 在网络安全的 这种一些共识等等 我想未来也是能够去加强 去扩大 与这些我们理念相近的 国家合作的方向 那今天非常开心 能够跟所有的 听众讨论台海局势的状况 从CSIS的下一场战役的 首益的边推报告 谈到美国的角色跟策略 以及其他国家 或者是超越国家的这种 集体防卫组织的策略跟方案等等 以及我们用最新的 美国众议院的发展 来跟所有听众朋友 去做一些 简单的减述 最新的情况 那我们未来 在我们的节目中 也会持续关心 在台湾 以及中国之间 可能会发生的 情势的进展 再次感谢各位听众的收听 我是主持人陈冠婷 您现在收听的是 《这样看中国》节目 我们下周再会 请安静 好